這真的是讓我為之驚豔耶 不過以後沒錢買生魚片我就吃這樣 我今天是美食評論家 你要評論什麼? 我要評論一個食物然後加另外一個食物 就會變再另外一個食物 醬油拉麵加硬體會變成不拉麵了 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樣 那我有準備五種看起來很怪的食物 第一種就是 橘子 鐵鐵 醬油 等於 鮭魚卵 來 看起來就很不妙 你知道為什麼會是用鮭子嗎? 因為它看起來像鮭魚 鮭子裡面會有果肉 咬下去的那個瞬間會像吃鮭魚卵 需要腸胃很健康就比較適合 腸胃健康 腸胃不是很好耶 跟黑龍一樣在馬桶上開 拉肚子沒辦法 老宅 不行 我室友會 出來 廁所門很薄 太拉的話會很香 沾一點 好換我表情 我們吃一個真的鮭魚卵看看 這就OK 吃大口一點 完全不像 鼻子這樣捏住吃的話 一瞬間大概0.0001秒 會覺得好像是鮭魚熬沒有 口感有香 但味道就是完全 不match 我以前小時候會沾一點那個牛奶 很好吃它會提味 可是你不要沾太多你要吃一點 真的很棒 推薦大家就是 我現在呢有點想吐 我剛剛就整個把它吃掉 因為我怕浪費 我剛想就是後勁很噁耶 這樣超想吐 這真的很想吐 我快不行了 嗯 那我們就來現在第二種 我們的布丁 加上我們的醬油 就等於 拉肚子會有的東西 沒有啦 這是海膽 海膽很貴捏 好 死亡的一口 有不會很煮嗎 很好吃捏 這一口多少錢 200塊這樣 OK 200塊要吃下去囉 好 點評一下 這個真的 很噁心 它的口感這樣子 軟軟啊 有一點像海膽 可是你知道那個味道真的是 比橘子還噁心 就是我們的 小黃瓜 人稱姐夫 加蜂蜜 就會等於 蜜瓜 那我要為大家實創囉 這個畫面一點 我要吃得漂亮一點 優雅一點 不要再嚼 那我們要來 吃我們的 哈蜜瓜 你要不要吃 哈蜜瓜 你要不要吃 哈蜜瓜 好 我剛剛吃下去第一口 你知道這像什麼嗎 這不像哈蜜瓜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紅豆 紅豆 嗯 真的 要不要吃一口看看 完全不像哈蜜瓜 完全不像喔 你想減肥 覺得紅豆太甜 是芥糖 你就吃這個 健康 對不對 這個姐夫又可以拿來做別的事 例如 可能做沙拉之類的啊 到我們最後第五種 酪梨加芥末加醬油 等於 鮭魚加芥末加醬油 來囉 我先把它沾進去好 嗯 我覺得 這個加醬油 再加一點那個 味道是真的很像 我覺得這個還蠻像的 選一個最像跟最不像的 最不像的我想一下 那個死亡海膽 齁 那真的是香薄 最不像的第二個是 橘子跟那個海苔 那個後勁有點可怕 然後 我覺得第一名就是這個 這真的是 讓我為之驚豔耶 不過以後 沒錢買生魚片 我就吃這樣 榴槤加醬油等於海膽 榴槤真的 不行 它吃起來很像 算了 我不要再加了 你敢單吃酪梨嗎 來那裡 吃啊 天然 有 我吃那個啦 鮭魚好不好 欸這真的很好吃耶 太多了有點 酪梨味 不要水 那我們的實測就到今天這邊 結束囉